林友友的备注 陈宇的备注 钟晓晴的备注 看到许幻山渣男本渣 今天带你们看一下他们每个人的备注 而且备注名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哦 这是他们俩人打电话的时候 可以看见他对许幻山的备注是大叔 这么叫也是正常的 毕竟俩人相差十岁了 陈宇是个直男 不会哄女孩开心 所以让钟晓晴对他误会了很多 最终俩人走向离婚 虽然离婚了 但对陈宇来说 他的老婆自始至终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小晴 在离婚后 他对钟晓晴的备注名也没有改 还是老婆俩个字 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多么专情的男人 平时就是吃了不会表达的亏 他对陈宇的备注是陈宇 虽然是名字 但也能看出他对陈宇的真实情感 毕竟平时就是这么讲 所以是名字也是应该的 在没有认识林友友时 他对顾佳的备注还是老婆 但是认识了这个女人后 他就把老婆改成了谷家 不得不说 这男人太现实了